在这年两里,我想讲我自己的感受 自从我17年,由慧晶的议席说可以被DQ 补选 我参加了民协的初选,我一面倒赢了初选 是78%支持冯剑基代表民协 就已经开始是网上对我大事的攻击 当我去童谣从延组初选时,是铺天盖地的攻击 而那些攻击令我感觉冯剑基是跌入了一个 虹方世界里面的野兽墙 没道理说,举些例子 我时常被人说我老,应该退 我时常说政治不是较大力的 你看到Donald Trump当选时70岁 马提尔最近当选,即91岁 有时政治是讲年历,而年历存起来就是智慧 第二,讲世代交替 你应该给下一代,教下一代怎么做 民协的传承就不是上课那种教的 是跟师傅的 每一个民协的议员,即是理论上学习一套之后就要选议员 选了议员呢 哪些人想选,即是他旁边的区想选呢 他就跟那个议员 在跟的过程里面呢,是学到民协的 搞地区的工作的技术,价值观和传统的 那其实我们每一分钟都在做世界交替 部分的非建制派的领头人呢 是不民主的时候 其他的成员又不敢出来公开讲 不要说给意见,不要说批评,讲都会问讲 那作为一个是 做了这么多年,三十几年欠民主 民主,可以说一世都在这个民生和民主工作里面 如果我不出生就没人出生 我又告诉大家,刚才所讲的年纪大 世代交替,最后一战 其实李卓人都讲过了 我觉得是屈不就屈 如果大家有看李永达最近一次的上网的言辞 是我完全猜不到一个我吃了三十几年的 同路人 是用这个形式去对我的批评 李永达说什么呢 说刘小黎 从来都不是阴点出来做Pan A的 刘小黎 是民主动力 我们开会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她做Pan A的 凤检基说刘小黎是被阴点 凤检基说大话 这是正契弟 是李永达的说话 第一,刚才讲过我从来没有讲过刘小黎是被阴点 我只说刘小黎不应该阴点李卓人 第二,都不需要用这麽粗俗的说话骂冯建基 第二,我要顺便都澄清了,因为他们现在还不停用这段他们的结论来骂我 李永达和郑宇石 就说民协的会址 是叶国华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他讲大家知道,我不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叶国华是共产党 是华叔讲的 是梁慕涵在他的本书里面讲的 所以叶国华就是共产党了 红检基92年作为民协的主席 接受这个共产党员的一个地方做会址 就是收了利益 收了利益一定会跟共产党做事 这个也是同一条片里面他的对我的质责 其实我的解释在我的Facebook我写了出来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Facebook 第一,就是当年我们跟叶国华谈 因为叶国华都跟我们一起 是支持一个两制国人的高度支持 第二,叶国华是钟小企的老板 谈得了,他又是老板的时候 当然会问有没有影哲,有没有可以对我们的支持 对当时的支持,我帮你们整个地方做办事 其实这个讲法不仅对民协,也对了会典 当时叶国华和汇点两间公司一起合买一个地方 作为汇点的总部 没有人知道叶国华是共产党 如果你说华叔说梁武贤说就是的话 那就很大件事 梁武贤是共产党来的 就是你信共产党不信其他人 你有没有证据 我不会有理想到 但是他们当然是在这边 里面的洲人 希望我们更多谢谢 这边的政治 dont叶国华 华为 斯汇点 有中国人